日前校园音乐先锋迎来最终决赛 大会特地邀请了张亮颖作为表演嘉宾登场 而歌手光良则担任评委的工作 五天前张亮颖受邀参加美国世界顶级脱口秀主持人 奥普拉·温弗瑞的访谈 主题是世界各地选秀诞生的巨星 张亮颖表示通过这次美国之旅 也感受到了对方工作人员的专业度 通过跟他们这一次的参加这个秀 然后中间很多工作上面的沟通 就发现他们真的是专业到让我觉得很可怕 因为你知道国内这边和芝加哥那边是有时差的 所以基本上是白天需要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晚上可能就是电话沟通 然后或者是email之类的 因为包括音乐这一次 他们之前要求我把所有的歌都发给他们 然后最终他们确定下来 因为他们说特别特别地喜欢 印象西部于这首歌 就希望能够表现很多更东方人的特点 光良的新专辑刚刚录制完毕 其中收录了他出道以来首次灌录的粤语歌曲 光良表示虽然从小就跟父母说广东话 却一直没有机会录制一首广东歌 相信语言并不会影响歌迷们对于音乐的欣赏 而自己也将通过他进一步向梦想迈进 总有一天它会发生只是一直没有缘分 然后今年2009年我就有机会说 我可以开始录我第一首《乐语歌》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因为我第一次唱的时候我才发现说 其实还蛮有亲切感的 因为在家里我跟我爸妈是讲广东话的 那你《乐语歌》就是《乐语歌》部分 你觉得会不会使你原来想你的粉丝不接手 我不知道 它有一半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梦想 加上对我的一个挑战 因为我想试一下新的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 我当然希望我唱的《乐语歌》 不只是会听《乐语歌》的人喜欢 包括我的粉丝 甚至是一些可能不是讲广州话 或是广东话的地区的朋友都会喜欢 因为音乐其实 不一定要同样一个语言 你才会听得有感动 因为有时候我们听一些 可能听不懂的 可能韩文的歌 我们也会觉得 这个旋律很好听 所以我觉得我听《乐语歌》 毕竟它还是中文字 我觉得 我相信大家应该还会有一些感动跟共鸣